上個星期有雜誌傳出了 三太的大女超雲和山蔥 打算在下年要結婚 所以賭王特別送了4億的大產給她做這個嫁妝 說到好像是似層層 大家都以為陳山蔥應該可以做到浩門女婿 不過這個星期有雜誌直接訪問三太 三太說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究竟中間發生了些甚麼呢? Bestite娛樂CSA Bestite娛樂CSA 自從阿超雲和陳山蔥拍拖之後 他們兩個都愛得非常高調 每一天都是孖住一起出街 而且經常去歐洲旅行 陳山蔥拍完這個天梯之後 已經沒有再回TVB拍劇 亦都說為了阿超雲 所以她打算重商 現在搞了一間設計公司做這個時裝 其實三太一直以來 在外界就覺得其實三太都頗接受陳山蔥 因為他們做節的時候都會整家一起吃飯 而且賭王也都叫山蔥做皇帝 所以大家就以為就算她和阿超雲結婚 其實都頗理所當然 所以上一次他們兩個一起去歐洲旅行的時候 陳山蔥就已經向阿超雲求婚了 而阿超雲也都答應了 由於阿超雲答應了 山蔥就很開心 向身邊的朋友說他們下年要結婚 所以這件事突然之間被這個雜誌踢爆了出來 這件事令到三太很不開心 因為三太覺得他們兩個結婚是沒有問過她的 而且她就覺得之前阿山蔥就答應她 她會做這個生意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成績 其實三太也都很明白 她知道阿山蔥和阿超雲當然是不可能門當戶對 不過她就覺得如果一個女兒喜歡的話 她都嘗試去接受 她不求阿山蔥做到什麼成績出來 她只求她是有些成績 看到一些誠意她已經非常開心了 不過她這盤生意好像剛剛才做 絕對不可以說有任何成績 所以她就不想她的女兒這麼快跟阿山蔥結婚 也都不開心在這個消息這麼快傳出來 連她自己都不知道 其實超雲看到她媽媽三太那麼生氣 她都不敢輕舉妄動 跟阿山蔥說 都暫時擱置這個結婚的計劃 但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阿賭王達賢 人間要送四億的豪宅給阿超雲呢 其實這個豪宅 阿賭王買的時候是值四億的 但同區那裡有四個獨立屋 還有一間未賣出 其實是價值八億的 即不是四億那麼少 但個個都說 其實賭王很喜歡送禮物給自己的子女 不需要說原因的 其實爸爸送禮給子女的確是不需要說原因的 所以她都會覺得賭王未必當是一個嫁妝送給阿超雲 可能當是一個禮物送給她 可能大家只不過是想得太多 就著這件事 一群記者有問過三太 三太就不多回應這件事 只是說了沒有人叫她預訂酒店 也都沒有人叫她摘一波 經她的助手也都跟人說過 絕對沒有結婚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幫她澄清 也都有記者找過阿超雲 超雲就說他們兩個暫時都未有結婚的計劃 不知為何有這個傳聞 我這麼久 是時候百傳公投 今天百傳公投的題目想問一下你 你覺得超雲和山蔥又會何時結婚呢? 你可以將你的意見 去到百傳娛樂的網站KQ討論區 將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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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